侯镇跨年歪着叫小帆 上班时间明目张胆打游戏 没想到他却是一个喜欢机器猫的老小孩 在德云社有这么一位人物 他没有固定搭档 也没有固定的演出 只是简简单单的上台抱个目 就能轻轻松松稳战德云社前五 这个人就是侯镇 郭德纲口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德云女孩口中的机器猫 有人说请侯镇说相声 就好比复义鉴定文物 反正都是自家的 对于相声 侯镇算得上是棒出家 31岁才开始说相声 虽然他学得晚 可出生于相声世家的他 打小就耳濡目染了 再加上天生的自带喜感 即使多年不登台表演 也让粉丝对他印象深刻 像话吗像话吗 侯镇在德云社的地位 之所以这么高 除了爷爷和三叔的影响力之外 他自己的业务水平也是极好的 当年郭德纲闯荡北京 所有人都排斥他的时候 只有侯耀文将郭德纲收入门下 让他变得名正言顺 这份恩情对于他来说 意义非凡 所以每当介绍侯镇的时候 他总会说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 长子长孙这是 少侯也侯镇 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 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侯镇在德云社的地位有多高 上班时间敢专心打游戏 郭德纲在德云社的地位 可是不怒自威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害怕他 可唯独侯镇却不怕他 甚至还嚣张地说 他不就是一个普通员工吗 听他这话说的啊 德哥估计敢这么说的 也只有侯镇了 众所周知 郭德纲的书房 是他很重视的私人领域 除了他自己之外 唯独侯镇尽出自如 大摇大摆的随便玩游戏 郭德纲也毫不在意 有一次 侯镇在打游戏的时候 郭德纲来了 也没顾得上他 德云社身份最高的人 唯独上班时间 在我面前打游戏 侯镇之所以这么坦然 因为他不是一个需要名利的人 即使神族风口浪尖 他也能泰然自若 为此郭德纲还调侃他 哪天德云社只剩一个人 那就是侯镇 因为他懒得造反 这个力能钢顶 这什么意思 不明白 我先问你啊 钢字怎么写啊 钢字 一个月子边一个公啊 哪个钢 郭德纲嘛 侯镇说话有多损 连郭德纲都招架不住 很多人喜欢侯镇 是因为他的风趣幽默 而恨他也是因为他的嘴碎 郭德纲之前也说过 侯镇一说话 都能把人脑僵给说沸腾了 可即使这样 他却总能掌握好火候 即使没有固定的搭档 但他不管跟谁 都是配合的非常默契 就在刚刚过去的 德云社跨年演出时 常年不登台表演的他 贡献出了一个 经典版的叫小藩 好演演一个吗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么多年了就没演过 憋了好些年了 好家伙 叫小藩嘛 一见公主到领见 不由心中即心见 战利公门叫小藩 叫小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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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着点啊 叫小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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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脑的旋律都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被哆啦A梦给附体了 而叫小藩 一般都是郭德纲保留的曲目 毕竟他那调门实在是太高了 其实侯震不光身份特殊 就连职务也非常的特殊 即股东主持司机于一身的他 不想上班就回家待着 上班累了就打打游戏 一直保持一个少年同心 游戏人间淡泊名利 所谓的大智若鱼 说的就是侯震这样的人吧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